特事件發生之後,福島除了剩下清之不盡的輻射,還有一群被遺棄的動物。 曾經是戰地記者的太田康街,眼見其他動物受苦。 他於心不忍,決定自知買飼料和水硬闖警戒區。 我會一直餵字下去,直至福島的居民回來拿回動物。 福島動物被遺棄,戰地記者出手幫。 最近綠色和平就將太田22幅作品帶來香港,連同一批台日反核的插畫作品一起在藝水會展出。 當初,太田是在電視的紀錄片裏面,直到福島的20公里輻射警戒區, 仍然有大批動物沒有糧食、沒有水喝,要留念行人路、店舖去找食物。 無料期,等待主人的擁抱。 於是,他想盡大法偷入禁區,一邊餵動物,一邊拍照。 以前有做過寵物雜誌記者,那時拍下照片,我稱之為工作。 但在福島福射區的照片,是有動機拍攝的,出於個人意願,所以我稱之為作品。 是攝影師的記號。每次去福島之前,會拍下家裡的貓頭,然後說,我現在就去探訪你的同類。 比起家裡的貓貓,福島的動物就不幸得多了。 第一次走進去牛棚,從未見過這麼瘦的牛,決定把福射區的地獄記錄下來,希望得到外面的人關注。 可惜,越來越多的動物相繼倒下。 現在境界區裡面,幾乎已經看不到有九隻,只剩下貓,和其他野生的動物。 一望望悲慘的畫面,甚至令太田對肉食都失去興趣。 以前當我見到豬肉、雞肉、牛肉等,對我來說,他們只是一塊肉。 現在即使看到一塊血淋淋的肉,我都會視它為珍貴的生命。 為了得到申請書,進入境界區,他多次假扮災民、公司職員等不同的身份。 被人揭發,他就轉戰另一個丁,繼續他的使命。 一場核電風暴,埋單計數,最受罪的不止是災民、經濟、大自然生態, 還有一群活生生被離棄的動物。 這個責任,應該由誰去負呢?